風山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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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蹈跡, 歡迎就會風山水氣 白衣師傅 大家又來 歡迎收看風山水氣蒸毒班 師傅, 我們已經見過面了 是, 記得 是, 要再說一次 我是王卓瑜 今年是二十歲, 鬆一點 還未結婚 上來這裡最主要想… 上來這裡蒸婚嗎? 這麼清楚介紹 對, 其實我已經跟文欣談過 因為知道師傅平日有品味 出去玩又帥氣, 穿衣服又帥氣 認識女生也帥氣 所以一定要上來學習 不知精婚還會擦鞋 你這麼聰明說話, 有沒有準備好嗎 準備好?我已經預先看了 考你兩句吧 好 秘閣三彎 奇人必姦 尾頭大戰 感情迷亂, 微美散 是 財難醉 對, 不錯了 記住背熟 原來對你終身幸福有幫助 看你來蒸婚 記住, 認住鼻子, 認住眼睛 眼睛要黑白分明, 有神秘要腸 以後你想找男朋友就不會錯了 是不是好像你的樣子一定不錯呢? 不要像我那麼壞, 像我的樣子就行了 性格不像這樣 好, 明白了 假如大家都想得到這張幸運卡 可以看到臉上這個口訣的話 記住, 方法很簡單 好, 真是的 好, 真是的 好 好 原來思想型的重點是額闊, 下巴尖 運動型是三平均 享受型的重點是下停比較闊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沒有那麼極端的樣子 我們到處哪裡找到那麼極端的樣子 很少的 原來每一個人都是由混合組成的 例如你看我的樣子, 像什麼型? 思想型 還會戴什麼型? 運動型 為什麼呢?思想型體的額 運動型體的腮骨, 完全適合 這麼厲害 原來思想型加運動型最缺乏是什麼? 享受 所以我跟我的工作人員都說過 我吃飯盒可以天天叉燒豬肉飯 十餐、二十餐, 一個月都可以 不是, 五餐肉也要加兩塊叉燒才行 因為他的臉很肥 我不相信, 但是師傅 你不是享受影, 沒可能 所以你錯了 你經常叫我賣漂亮的衣服 這是錯覺 我是非常難受的人 所以記住, 看相, 不要看外表 看相 然後你像什麼型, 知道嗎? 是你們答的 像什麼型? 三種混合型 思想… 簡直不入型, 沒型 為什麼呢? 原來它很平均 它又有思想型的額 大家看看額 額不算是多漂亮, 多寬、多飽滿 它又有運動型的骨 拳骨, 雖然有拳骨 雖然沒有凸出來, 但也不是太刺 然後又有享受型的肉 不過還是享受型比較缺乏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三十多歲 拉皮, 現在像二十多歲 都不是很老 通常享受型會隨著年紀而變 多數是五十六歲 五、六十歲時下巴就肥 是不是變成了? 看不出享受型 但從小到大都有點傷下巴 證明你越來越變享受型 因為我們每一個階段 都有機會是不同的型 因為你知道面型會變的 譬如我這麼瘦, 變成很肥很肥 可能變成享受型為主 所以是變的 現在你暫時三種性格都比較平均 那我們的學生, 紅色衣服那個 不用問, 也知道她是甚麼型 享受型 享受型 享受型為主 那戴甚麼型呢? 小小運動型 對, 享受型排第一, 是不是? 運動型排第二, 思想型排第三 怎麼辦? 幸好那個額子不太窄 因為有些窄到 這樣剩三角形的面 就非常不好 我們剛才有個學生 靜靜地偷人睡覺, 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樣的樣子 不過我們不公開給你看 待會兒再解釋給你這個樣子 然後, 紅色衣服旁邊的那個女生 學灰色衣服的學生 像甚麼型呢? 思想型 運動型 思想型加運動型 再加上享受型 思想型不是為主, 揭開額看看 對, 也夠闊, 不太窄 對, 所以有時候不用管她是甚麼型 總之你記住每一個型的特徵 額闊的人, 重思想 衰骨闊, 拳骨顯露的人 有動力, 下巴肥的人 喜歡享受 你就不用管她是甚麼型 都能分得到一個是甚麼人 我平時有聽說一個人的臉型 是屬金木水火套的 沒錯… 那樣又是甚麼呢? 原來是中國人的分法 原來這是西洋相法的分法 我現在說學體上學到很暖濃 又有西洋相, 骨相 又有心理相學, 又有中國相 稍後我再說回中國相 好 中國相很簡單 就馬上看我們的精讀卡 過決了 木色青鞋, 火色紅, 是不是? 然後, 土黃水黑是真容 紫幼金形是帶白, 五種顏色不相同 有沒有? 當然是新型 有 木獸金方, 水豬肥 土形敦厚, 貝如龜 上尖下闊, 明為火 五樣人形, 紫勢退 這兩首詩就懂得分了 宿目 就是臉青, 加高手, 熟火 紅, 紅, 加上尖, 下闊 然後, 土, 黃啡, 厚 然後, 金, 白, 和方 然後, 水, 黑, 和圓 以後, 你看人家就知道了 臉青, 口唇, 白, 瘦, 每一條藤 就是熟木的 原來臉色很紅潤, 就是熟火的 咖啡色, 背部像烏龜一樣 土形敦厚, 貝如龜 那就是熟土的 臉白而大方, 就是熟金 肥而黑, 黑黑肥肥, 就是熟水的 但是, 它每一條營都有陰陽之分 原來, 木的熟陽就是高高瘦瘦 有板, 唇木營 臉青青, 好像沒飯吃一樣 記住, 逢是見到, 臉青青, 沒飯吃 好像有這麼瘦的, 就熟木了 但是, 熟木, 五種之中 最壞, 最窮, 原來歌仔又有得唱 十個木營, 九個貧 你慘不慘 十個, 十人, 九個都是窮的 木營難得, 眼有神 木營有神, 中富貴 木營無神, 一世貧 幸好我眼有神 不是做了九個, 幸好我排第三 不用怕 然後, 木, 要看身材 五官, 才知道是否入形 熟木, 頭髮, 幼而梳 幼而梳, 記住 很少熟木的人, 很多頭髮 然後, 眉毛, 幼而梳 鼻梁最重要的 因為, 如果木營 就等於外國看法, 三分法的思想營 如果鼻是很長, 很高的 行運可以行到六十歲 因為熟木的人, 晚年一定不會好 最多的運可以到六十歲 就要積穀防肌 如果鼻很短小, 或者是被貶的 一生人都沒有見樹 通常都是療倒一生 還要滿腦子理想 經常覺得自己很聰明 經常覺得自己懷財不如 他有沒有考慮到自己到底有沒有財 所以記住, 凡是瘦人, 看眼睛 最重要是第一, 對吧 第二, 看鼻 眼睛不行, 如果鼻樑很高、很直的 都是好的 然後木有分瘦和肥的 瘦的木就是高瘦 肥的木就是打橫發展 那是很難分的, 不要分的 然後火, 我們有分瘦火、肥火 瘦的火全部是見骨的 這是露拳骨、突腮骨 額很窄 額有三橫紋, 眉很粗 眼帶紅絲鼻一定是有折的 這屬於羊的火, 利軍政界、軍人發展 就做事很威猛 原來有一種肥的火, 就屬於羊火 因為瘦是屬陰, 肉多就叫羊 羊火就是圓的 額就是略肝, 很早肝頭 四、五十歲就肝頭了 臉很肥, 很肥, 臉色紅潤 不過很有錢的, 特別有錢的火 土來講, 無論羊土、陰土都一樣的 因為土營敦厚貝如龜就是重點看上去 你看他好像寒貝 前面也是凸的, 前又凸, 後又凸 原來是屬土的 土營這麼多種人之中是最有錢的 我們上海的特首也是屬土 以前亞視的老闆, 休生也是屬土 你認住這些人的樣子, 你就知道土是甚麼樣子 很厚, 臉很方, 很闊 大部分特別多有錢人 這個有錢人佔了六成以上 我的目就最慘了 金來講, 面方色白就是金 面方色黑就是水 因為金水形, 所以記住了 金有金形和金水形 通常金是講智慧和義氣 如果金水形來講, 都是運動形 兩樣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金來講, 是西洋上法的運動形 只不過是加上思想形, 還是純運動形 這個金來講, 陰金、陽金是一樣的 沒有分大小, 其實體型大一點或小一點 輪到水, 水來講, 你經常聽到人家說 是不是肥肥伯伯 你很少聽人家說肥肥黑黑的 原來純水形是肥肥黑黑 肥肥黑黑的水形才做得很厲害 水是講智慧的 肥肥伯伯的水形, 原來不像肥肥黑黑的水形 所以肥肥伯伯不一定有錢 肥肥就要配黑黑才有用 這個就是中國人金木水科土之分 好, 下一節繼續風山水氣蒸毒班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風山水氣蒸毒班 師傅, 其實剛才聽你說完之後 我們每個人都不懂得分 我們到底是什麼… 熟什麼面型 不懂是正常的, 證明你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 你一分分, 它是什麼面型 怎麼都分不了 原來我們會用排除的辦法 首先看你自己不像什麼型 剩下來的, 你就可以判斷自己什麼型 譬如你看我, 會不會像水形 不像 不夠肥, 是不是 像不像土形 不像 不像烏龜, 不像土形 不像 像不像火形 不像 不夠頭尖, 額窄一定不是火形 金呢? 有點像 木呢? 也像 很像 你就知道了 我是金形帶木或木形帶金 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形是屬木 我是面青青的 如果面白就變成金形帶木 我面青就是木形帶金 所以用排除的辦法 你就知道了 明白嗎? 明白 有什麼事要問嗎? 師傅, 我想問剛才有分的五分法 金木水火筒 跟本身自己的白字的金木水火筒 是否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十個穿八個人都不入型 不入格 如果你發現找人看過白字 找自己塗過白字 你又是屬木 樣子完全一塊木, 就恭喜你了 已經入了貴格 原來入型屬於貴格 很多人不能入型 很深, 我不明白 不入型屬於普通人, 這樣看法 不用死的, 照看 原來如此 我覺得面相很複雜 有三分法 還有更複雜 對, 五分法 然後是十分法 這個十分法 對… 現在先教你十分法 好 十分法來說 因為中國人沒有三分法 他只有五分法 這個十分法都是新法名的 我說的新法名的意思 是一百五十年前 有一個人叫陳淡野 他就發明了這個十分法 因為我們中國看上的書的記載 是二千多年前已經開始有的了 所以古些的書是二、三千年前 近些的書都是三幾百年前的了 又有了這個十分法出來 但不管多少分法也好 他都是方便你去計算一個人的性格行為舉止 你加上這個例子之後 你會更容易明白一點 那麼甲字面很容易打給你 立即打到等於什麼形 思想形 對, 甲字面就是思想形 思想形是甲字面 所以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研究 其實是不謀而合的 都是顯示甲字面的人思想快 頭腦靈活 才是做一些創作的東西 又是他又說一定要看鼻 鼻好就是中年好 鼻不好就是中年大敗 所以甲字面就等於思想形 重要了 思想形其實會配思想形的耳朵 所以一對的 耳朵會配個臉, 會配耳朵嗎 你看看, 我思想形是否配思想形的耳朵 你想想我突然間做個大耳朵 是不是很奇怪的樣子 所以你別以為我兜風耳 現在的樣子是壞, 我這樣中酒 然後圓前面, 馬上知道是什麼形 想像 對, 又不用解釋了 圓前面一般鼻子比較小 一個圓字可以形容 通常圓前面的鼻樑是一粒鼻角 左眼穿到右眼 我們有個林同學都是稍微圓 雖然它不是一粒鼻高, 但鼻樑也不會特別高 那我們的男同學, 旁邊的那個女生 都小小似圓, 那個金水形 像不像? 是不是鼻樑也不會太高? 所以圓前面, 原來鼻樑低 而且越像一個圓字, 就越是一個圓 原來圓前面是膠製手腕非常之好 所以做一些群眾的東西 公關, 或者是演藝界 或者我們很出名的 有個西方的鞋舌, 那隻卜合運 它都是圓前面的 原來通常兩拳很漂亮 鼻樑低的人, 兩拳是周圍的人 鼻樑是自己 它出到外面, 不要自己 只要周圍的人 所以它就做一些公關 或者鞋舌, 引你們笑 它就不會很開心 但圓前面回到家裡, 就不開心 原來回到家裡, 你就走到自己的地方 回到自己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霸佔自己的地頭? 所以圓前面的女人, 通常婚姻都不好 她總是要比那個老公 但是圓前面的男人, 她就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然後銅字面, 銅字面就等於國字面 不過批了四角角 批了四角角, 代表衰骨沒有那麼闊 國字面這個人捱得, 像什麼形 圓家運動 國字面 運動 國字面是純運動型 這個銅字面是運動型加享受型 原來銅字面, 因為三庭平穩 所以一生形來講, 依陸無憂 我們中國人有說, 三庭平均一生依陸無憂 這個銅字面, 屬於一個特別好的面型 因為額闊, 中庭闊, 下庭闊 他就一生都有錢 原來銅字面有錢人比例非常之高 銅字面, 是不是像土形人? 土就是銅, 銅就是土 銅字面, 我們跳一跳, 跳下來這個田字面 銅跟田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 臉是短一點, 闊一點, 一個長一點, 闊一點 其實它的性格, 型格都是熟土 一個羊土, 一個陰土 所以剛才說了, 羊土和陰土是沒有分別的 羊土不是吃的那些, 是這個 然後柔字面, 你知道人也會有偏見 我最有偏見, 最不喜歡柔字面的人 因為又有故事 我想當年, 我沒有現在那麼出名 都說了二十多年前, 證明博有明星 人們傳到我養鬼仔 我有一個朋友信某一種宗教 很多人信宗教, 認為自己可能是高高在上 我看到一個柔字面, 以前我不是專業 人們經常叫我鎮兩句, 鎮兩句 我人有偏見, 見到柔字面 我就不說, 我就走了 你知不知道最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想, 那個Peter不知為何是養鬼 看到我好像很害怕我那樣 人們想著他信了宗教, 我們會害怕他 我經常說宗教是一個人心靈的安慰 跟你的人的高不高級、低不低級 是沒有關係的, 對吧? 所以宗教跟我們是看相關的 我們看相對是很差的 是看人, 不是看樣子 那柔字面我為何這麼不喜歡呢? 額是代表什麼呢? 思想 下巴呢? 行脈 柔字面是什麼樣子呢?等於 有沒有高深的思想? 沒有 注重個人物欲享受? 注重 你想想, 一個人沒有高深思想 在注重個人物欲享受 我會不會理會他呢? 所以我們很壞 他還問我嫁不嫁得他 第二次我贈他了 問我嫁不嫁得他 我一看婚姻線 不是, 他問我出不嫁得家 我一看, 說你雙目有神 你怎麼可以出嫁? 出嫁人, 首先第一件事要四大街空 好像我這麼有神 吃少兩頓飯都不行, 怎麼出嫁? 第二件事, 看到他婚姻線 說你婚姻線, 就快結婚了 怎料轉頭第二年真的嫁得出 因為他那時候問我的時候 樣子不是很漂亮 又一把年紀 他打算奪心, 嫁不出嫁就出嫁 誰知道讓我說他嫁得出嫁 再不會出嫁, 兒子都關掉了 現在, 所以我做柔字面印象是很深的 你們以後要記住 我有偏見, 你們就不要有偏見 因為我做看相, 我不用跟社會聯絡 你們做事的時候, 遇到柔字面的人 你就避重就輕 記住了, 記住了 學看相不是要跟別人衝突 是要知道別人的性格是怎樣 身字面, 通常是美女, 或者是英俊 身字面就是我們所說的鵝蛋面型 額尖尖, 下巴尖尖那些 很多做演藝界都是一樣的 最多就是甲字面 身字面, 我們這個美女 你看看她什麼面就知道了 看看頭髮就知道了 剛才你分不到的什麼樣子 現在就分到了, 身字面 所以稱讚你了, 美女 我以為我是銅字面 你又這麼寬嗎? 銅字面要這樣 我還想說挺好 我們一出鏡, 那個鏡頭不夠 比那個鏡頭還寬, 銅字面 我想銅字面, 原來是淺多 身字面 不要鼻細, 身字面鼻細一生都是不好的 身字面鼻高一生都好 所以身字面的重點是鼻 身字面中間最闊, 鼻樑夠高 所以人們自尊心強, 硬性強 如果沒有鼻, 它就沒有了身字面的性格 所以不合格 接著黃字面 我們有空要看夜晚的粵語場片 那個周吉 你記得嗎? 你年輕了嗎? 周吉吉叔, 常常貼乎高藥的 他就是了, 黃字面 這樣的樣子, 太陽月粒 這個凸, 太陽月粒 拳骨凸, 臉凸, 鬚骨凸 周吉就是這樣, 我有個學生也是這樣 還要女人 你認識我的學生多醜 不過, 黃字面是特別困難的 可以因惡劣環境之日, 掙扎生存 如果你娶到黃字面的老婆 是恭喜你了 你探大手掌, 問他拿錢就行了 不用做了 我這個學生熬得不得了 以前他來學體相 足足加了兩年學費 不過一樣東西都學不到 他還是要學 學了拿的士牌, 小巴牌 開茶餐廳, 做傳銷 你想想, 一個人可以做這麼多事 你就知道黃字面有多久 黃字面是一個辛苦的面 不過, 黃字面有個問題出現 有就會破財 沒有就會離財 我這個學生的例子就是 他有一點錢, 兒子又說要買這輛車 兒子又說要買這間屋 整個整個又沒有錢了 所以黃字面是經常想事 甚麼都想學, 甚麼都想知道 沒有的時候他會有錢 有的時候他就會沒有錢 所以又不會太窮, 又不會太有錢 不過要特別捱得特別辛苦 然後輪到木字面 原來其實我的面挺像木字面 這樣看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平的? 這裡也是平的 他就像一個木字 木字面的人很慘 他說中年慢慢沽貧, 財散人離 很慘 不過原來他說木字面 如果人暴促少, 就一生很慘 人暴是甚麼? 天, 人, 地 人就代表鼻 原來木字面很重要看那個鼻 木字面鼻長 就代表一生擁有地位 不是有錢 因為通常有錢的人 多數是銅字面或者田字面 木字面是貴大於富 用字面就不太好 用字面的意思是一邊衰骨大 一邊衰骨小 物質欲望不平衡 我們經常說下巴代表家 下巴尾代表家 物質欲望不平衡 接著風字面 就是我們說的以後見衰 就是他人秘密性強, 破壞性強 很多時候做事來講 他不做那樣東西的時候 會破壞一切才離開 所以風字面特別要留意 用字面就是物質欲望不平衡 也要留意 好了, 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有觀眾面相個案 好, 師傅, 我們回來了 今年看金像獎的時候 有兩個挺有趣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我們很多人 心目中的影帝劉青雲 他終於拿出真正的影帝 而另一個現象就是小姻緣吳景韜 他在第一次拍戲就馬上拿獎 其實早拿獎和遲拿獎的早成名 有看樣子嗎? 想知道嗎?看《名人尚書》吧 劉青雲, 卓號黑馬王子 十九歲入行, 二十八歲開始走紅 其後參與無數電影演出 儘管演技受到認同 奈何仍然七次落敗金像獎 四十三歲, 第八次提名 終於等到遲來的獎項 而跟他剛剛相反 第一次拍戲就連獲兩個獎的 十歲小演員吳景韜 他還成為金像獎史上 最年輕的得獎者 一個入行二十多年, 提名八次 而另一個就憑一片成名 究竟從面相角度來看 早成名和遲成名的原機又在哪裡呢? 對, 一個這麼早就成名 一個這麼遲才成名 其實在樣子上, 到底有沒有看得到? 又有看得到, 真正確 原來好像劉青雲那樣 眉就像掃把一樣, 是不是? 頭髮, 耳氣記得也挺多 雖然現在英俊, 看不到頭髮 掃來看, 我們就這樣看也算密 原來眉粗, 發粗, 掃粗 叫做三龍得沛 三龍得沛是一個好的相 但很多人有問題出現 結婚詞, 發達詞, 生兒子詞 所以成名就是遲過人 其實他做了這麼多年 應該早就拿影帝才對 人們很認同他的演技 皆一眉粗, 唯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他這個流蘇流得對 反而流蘇真的有… 這樣才認出三龍得沛 因為他自己也有說 他拿了這個獎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他自己沒有看蘇 這些幸運蘇, 真正是幸運蘇 當他是剛好, 輪到… 吳景韜 吳景韜 樣子很容易看, 眉和眼 因為我們說眉和眼的距離闊 我們叫眉高當家祖 眉高當家祖的意思是 很早就出名, 或者擔不起頭家 如果他一直不讀書 一直做同聲的話 可以擔不起頭家, 擔起頭家也行 很多事情要做, 賺到很多錢 但他讀書運就一般 看不看額來說, 這些髮腳 有一點髮腳侵落兩邊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十五至十九歲 所以少年讀書為一般 不過不用怕 我的年度讀書為一般 就慘了, 沒書讀了 原來現在年度讀書為一般 可以讀國際學校 或者做暑期工, 一邊做一邊讀書 原來就叫做讀書一般 他真的讀國際學校 這樣就對了 總之不要死讀書, 一邊玩一邊讀書 這樣就很成績 那說回劉青雲, 他的太太 郭艾明是否也有旺夫相 我經常說, 男人也不用旺夫老婆 女人也不用旺妻 原來自己也有自己的相看 單單看相, 郭艾明是享福福的相 為什麼呢? 原來他的鼻比較高、長、長、直 原來兩拳靚是旺夫 鼻靚是享福福 所以他應該是享福福的相 不是旺夫的相 很幸福 旺夫是怎麼看呢?原來旺夫是兩拳 很多肉, 拳比較高 在這個位置 旺夫是沒用的 旺夫可能旺夫老公, 老公不適合你 生孩子呢? 生孩子就是看人中 因為郭艾明的鼻頭有少許凸下來 所以原來鼻頭有少許凸下來 人中是看子女的 鼻頭有少許凸下來就容易影響懷孕 所以可能真的要努力一點才可以 他們也說想看看會不會有這個禮物 劉清華…不, 劉清雲, 常常怪劉德華 劉清雲屬龍到今年… 07、08、09, 三年都融入寶寶年 那豈不是真的準備好了嗎? 對, 新年8月8日之後就進入了07年 可以, 下半年可能有好消息 好, 看看吳景托 他媽媽司馬燕是否有旺跡呢? 這個又沒得這麼看 不過, 我又可以看兒女好不好 你看到司馬燕的眼肚 這個不是眼袋 眼袋在這個位置叫眼袋 原來在這個位置叫臥蠶 我們說了, 臥蠶名潤就生季子 你看到臥蠶, 是否很漂亮? 笑起來上來一條肉 所以記住, 認著這個臥蠶, 不是眼袋 這就代表兒女非常好 而且不只, 兒女厲害 有時候感情不知道好不好 好, 感情好不好, 還要看龜萊 看不像龜萊, 很飽滿, 很多肉 所以大家感情好, 而且兒女都不錯 你看兒子的照片多好就知道 鼻樑夠長, 眉幼夠長 眉眼距離闊, 不錯的 好, 明白了 假如各位有興趣想知道的藝人 面相的話, 也可以發訊給我們 現在一起看看第一個觀眾面相 鄧先生, 你好 你好 鄧先生今天是28歲攝影記者 本來他應該看了很多不同 很漂亮的面相 你對自己的面相有多少了解呢 了解就不用上來問蘇師傅了 讓我看看 你又看到什麼? 額頭多漂亮 額頭怎樣才算漂亮? 眉型多漂亮 多飽滿, 眼神多漂亮 鼻子多高, 也算是一個帥哥 挺像街機看上腦 總之什麼都挺漂亮… 挺好… 漂亮是什麼意思?好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才可以? 我也是這樣想, 從師傅到你 不如問我們弟子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意見? 是 師傅, 我看見師傅 左眉好像明顯…有… 有… 眉頭低尖 這就是不讀書的問題 我們現在年輕一輩人 是看電視、打電視, 所以說話 就是詞不達意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詞不達意嗎? 看這個吧 我記得了, 師傅, 我記得了 眉頭低尖, 感情不是… 你想想, 如果他不是來學看照 我不敢眉頭低尖 他原來跟眉頭都不懂形容 你說死不死? 看我們更多節目, 名詞也學多一點 還有 是 這次記得了 是 鼻子有肉向下罪 被人精打細算, 是不是嗎? 沒錯, 精打細算 算錢算得多厲害 所以找他做事給他預算 一定不會超過預算 還有誰?看到什麼? 是, 我看到他門牙好像向外一點 性格比較外向 門牙向外, 平時多說話而已 跟性格外向沒關 門牙向外嘛 如果向入就代表內向… 內向, 向入代表內向 向外不是代表外向 對, 向外向, 向外向 這個照片也很容易看 首先我們看耳朵 這個位置是崩的, 是不是? 原來耳朵是天輪一二初年 運三四周流智天成 天國誰珠五六七 這個位置是一二三的位置 所以少年體質是一般的 然後我們看另一邊耳朵 這個位置也是凸出來的 所以少年體質不算特別好 然後少年之後就有額 額來說, 十五火星, 十六天鐘 他十五、十六這個位置 是剛好被頭髮遮住的 還有髮腳比較癌痠 不是很整齊的 髮腳癌痠來說 通常發表什麼? 學業不順 學業不順利, 與父無緣 早出來工作 十六、七歲暑期工 又在外地讀書 自己照顧自己 又在搞那陣子也要工作 原來這個位置窄 但如果這個位置闊 就一直工作之後 做暑期工就可以再讀書 但這個額不夠闊 對, 看法來說 可能都要一直做一路讀書 不是暑期工 然後這個額, 這個刀叫幽靈寵墓 很少見過刀, 刀得這麼厲害 不過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頭髮掉了, 沒辦法 原來這個代表少年零用錢不多 買一瓶水, 買個麵包 請多一個人, 都假裝闊老了 差不多清袋了 少年運十五到十九, 不太漂亮 落到二十二這個位置就不錯了 二十二這個位置是飽滿的 二十二至二五的位置有少年 一個小的運, 生活就富裕一點 落到現在印堂二十八 一邊漂亮, 一邊不漂亮 因為左邊眉頭亂 你剛才說過了, 是不是? 左邊眉頭亂三十前不善處理感情 竹靈三十還會失戀, 記住不要結婚 竹靈三十會失戀 這麼嚴重? 對 不過… 三十才失戀 三十當然變化 感情變化是甚麼意思呢? 結婚是變化, 分手是變化 看你開大還是開小 希望你開大 你知道了, 凡是這個眉毛 這個差不多十次, 有九次準 凡是這樣的眉毛 結婚或者分手, 或者有寶寶 這個眉毛記住, 這是很明顯的例子 眉頭帶線, 還要左邊眉看爸爸 右邊眉看媽媽 左邊眉容易負死不能送中 可能日日明明看著爸爸病 在醫院探望他 接著他去廁所, 回來爸爸閉眼了 所以有這個情況出現 這個眉, 原來左是代表爸爸 右是代表媽媽, 這個都要記住了 眉來講, 過了眼睛, 眉眼距離 窄還是寬? 窄 代表甚麼? 不回家 喜歡出去 對, 和家人緣份, 媽媽媽的 你說媽媽要經常抓你回去吃飯 還有一個你還沒學 他眉眼睫毛非常長 何知此人無論序 但看睫毛多更長 做事沒有秩序 不認識他的人覺得很厲害 做這個, 又做這個, 又做這個 覺得很厲害, 這麼厲害 這麼多事情一起做 原來認識的人知道 這個人做了一半, 這個人做了一半 就沒有秩序 來到鼻子就要稱讚了 整個眉是否最美的鼻子? 所以整個眉最好是租年 四十至五十的時候 那一段一上來 下層這些位置沒那麼漂亮也不怕 為什麼? 直局防機 所以記住, 四十至五十 賺一生人的錢就不要亂花了 你就要儲錢了 剛才說過, 小孩上來腦牙肉 很多時候跟別人很傾氣 爆了自己的秘密 還要忘記了 平時多喜歡說話, 還要不夠技巧 容易說唱, 得罪人自己不知道 這個要留意 到你問什麼, 有什麼要問? 我可以說這麼多話 蘇師傅, 其實我有沒有機會 嘗試去做生意? 可以 因為你現在走的印堂位 都不算差 印堂叫合格 我又不是特別, 又不是特別差 但印堂位合格而已 它是小的創業 但到逐零三十就多數倒閉了 兩年夠不夠時間? 那我先儲點錢 如果不用擔心, 再過眉魂 再過眉頭 因為眉是屬於漂亮的 眉是怎樣為漂亮的呢? 貼著眉骨叫做漂亮 所以你去到眉魂 過了零三十之後 就可以慢慢創業, 容易成功 其實我是否適合 繼續做攝影記者的一行? 我也覺得適合 何意見得呢? 因為你計算又不太好 你計算不太好, 有什麼可以做? 你的運就不行, 對吧? 先做著吧… 做著再穩妥一點 對 麻煩你帶來, 蘇師傅 我覺得有夫妻上 為什麼? 我有看上集的 一個大份, 一個沒那麼大份 那就合適 不就是葉華, 周收大份 一個比老婆大份一點的 完全合適, 對吧? 不就是, 我們學生有什麼意見? 師傅, 我看見周先生好像有豬膽鼻 應該是最賭才和為人正直 而且很尊重老婆, 是不是? 這麼刺激? 豬膽鼻有什麼時候說過為人正直? 你說老實話而已 他為人正直也要說, 鼻樑很高 高的人為人正直 不過好像不跟豬膽鼻有關 再加上鼻又不像豬膽鼻 你當然沒有介紹, 沒有去家市買菜 沒有, 你當然不知道什麼叫豬膽 下個星期去家市買菜 拿個豬膽看看, 你就知道 豬膽的鼻樑很窄 然後鼻很肥才叫豬膽 他哪有像豬膽鼻 他鼻得挺漂亮 不過不是每個鼻都有形容詞 有誰有意見? 是 另外我看到周太太的上唇也有顆豬 應該平時可能喊家也不太認輸 這個錯得不得了 他也不是口唇有顆豬, 叫寧角分明 寧角分明怎麼跟有顆豬? 口唇有顆豬, 你要在家家族 有沒有寧寧女兒, 寧寧仔 尤其是寧寧女兒, 去看看吧 那個上唇是掉了顆豬下來的 這個才叫做嘴唇有顆豬 你有空看看, 寧寧女兒很… 現在大部分的寧寧女兒 都是嘴唇有顆豬的 很多話說出來 一看到你的寧寧嘴唇有顆豬 你真是頭都暈倒了 它不是嘴唇有顆豬 它是口唇正常的, 對吧 它是寧角分明, 還有一點順便的竅 都是平時特別喜歡說話 而且說話特別有技巧 不要跟他爭論, 一樣不夠他爭論 而且我看見這位周太太 他的鼻葉比較薄 應該平時洗錢為人比較疏鬆 對, 平時洗錢的時候 原來周先生就謹慎一點 老婆說要洗就洗, 不要這麼孤寒 對 周太太太很認同, 不停點頭 還有什麼看得到? 沒有說輪到我了 好 首先分析你們兩個相 因為剛才略略看得挺合的 周太太, 因為牙齒不太好 所以少年時期 經常覺得父母不夠關心 就要人過分關心, 虛寒問戀 周先生來說, 就有機會做到這點了 因為周先生為甚麼 眼睛不夠神 老婆一有時有主意 我要去這裡吃飯 周先生就說, 好, 好了, 好了 對… 原來遷就你, 你就開心一點 對不對? 變成爭辯, 機會就小一點 如果說性格來說 原來周太太比周先生固執 因為我們除了看鼻子之後 因為看上來要加加減減 我們常說鼻量高 就是自尊深強, 還有人比較固執 周太的鼻子應該沒有那麼高 應該是周先生固執一點才對 我們要看額 因為周太的額來講 不是很漂亮 他很多時候周先生不就他 他發鼻氣不理你 周先生就要逼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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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了 所以其實兩人性格是挺合的 再加上眉毛 眉毛來說, 周先生眉毛下垂 周太眉毛就是亂一點 所以算數方面, 周太就亂一點 周先生來說, 精打細算一點 所以他又有幫助 因為如果兩個都孤寒的話 大家什麼都不用做了, 對不對 兩個父老就會敗一副身家 所以兩個都挺合的 鼻方面也很合的 因為周先生的鼻量比較高一點 好多是做事的時候, 比較有信心 這個就能輔助周太太的 嘴子就是… 周先生不夠緊閉, 嘴唇不夠緊閉 這個人遇到挫折的時候 就要周太鼓勵鼓勵鼓勵才行 因為周先生的嘴唇不夠緊閉 代表意志不夠堅強 但如果嘴唇過分緊閉 又有問題出現 過分緊閉就過分固執 你知道每一件事都有正面和反面 對不對 如果稱讚周先生正面 就是那個人不是很堅持己見 很多時候接受到人的意見 這樣就好聽的話 如果不好聽就有時候不能堅持 你知道什麼都兩面了 我常常說, 看上來來說 沒有好沒有不好的 看你的人是用什麼角度去看 還有你處於什麼地位 譬如你處於大老闆 你這個嘴唇完全不合格 被伙計欺負 但原來我要聽老闆說 這個嘴唇就合格 周太是不是剛剛相反了 我做老闆老權威 可以了, 如果打工你就不開心了 老闆說兩句 就不開心了 那說到命運方面 這個抑運, 周太少年不好 眉運都一般 周太去到眼運35之後打落 那個運氣一直好, 一直好到老了 因為周太最好臉形有衰骨 特別捱得 下巴兜兜兜, 晚景無憂 還有純靈角分明 這個代表晚年好的 變成一路打落 35之後 因為眼皮比較靚 眼黑白分明 都叫做有神 眉最不靚, 眉運最壞 眉是足靈30至33 有任何機會不要嘗試 鼻略低一點 所以鼻樑低, 兩拳比較有肉 適宜貼著人家合作發展 不可以獨當一面 周生來說, 鼻樑比較高 但因為他的臉都是屬圓的 不是說過份比鼻大, 是不是? 變成一輩子比較平穩, 好像無驚無險 沒什麼要留意 不如問問你有什麼想知道 是, 周太 我想聽說我先生何時行大運 還有有沒有貴人 你先生沒有大運, 怎麼辦? 他不是行衰運 因為他一輩子平穩的照片 怎麼看一輩子平穩呢?很容易 我們首先看額 額來說還是比較闊 但是闊得來, 這兩個就凸出來了 因為額, 我經常說飽滿是好 飽滿的意思是不可以凸的 所以我們上一集說, 額如腹肝 是吧? 腹肝的意思是等於豬腎 微微斜斜的, 叫做好 那額來說, 額有點凸 額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是記性好 十年前恥, 你五毛主也記得 壞處是什麼? 想事想得很慢, 千年都想不到答案出來 所以它的額來講, 就等於一半一半 那眉就很美, 眉什麼叫美? 貼著眉骨叫做美, 但是不好是什麼? 沒有眉骨, 男人怎麼可以沒有眉骨呢? 這個叫眉骨, 要凸出來才有用 女人有眉骨就不好, 男人有眉骨就好 有眉骨就有觀察能力 那眉美美, 眉骨不夠凸, 又打和了 又輪到眼了, 眼來講, 都叫做略有神 但是不是好有神, 又不是特別黑白分明 雖然戴了眼鏡也容易看到, 是不是? 那就是又打和了 那最漂亮的就是鼻了 鼻漂亮有什麼好處呢? 鼻樑比較高、 比較直的人 記不記得? 鼻樑比較高、 比較直 不是, 做事 容易有成就 容易有成就, 接著適宜做什麼? 一條路發展 對, 一生適宜做專業 或者大機構向一條路發展 這樣是不是很平穩? 怎麼辦? 想創業嗎? 可以嗎? 創業就是一味靠黏, 黏著朋友 因為眉為兄弟公, 眉為交友公 眉漂亮的人創業, 還有我們看兩權 鼻就看自己, 兩權在周圍的人 周生兩權合格的, 權什麼叫合格? 對, 以鼻的中線, 這樣叫合格 原來這樣叫高, 這樣叫低 我這個腦骨叫做腦, 沒用的 周生兩權在這個位置 可以脫下眼鏡看看, 清楚一點 原來兩權在這個位置看得很漂亮 叫略高, 這個叫合格線 他的權在這個位置叫拳插天倉 原來權是看貴人, 未是看朋友 可以黏著貴人, 黏著朋友 合作發展, 行不行? 不要獨當一面 有沒有朋友一起拍著做? 我嗎? 你嗎?這樣也可以, 你給他意見 通常有什麼難關的時候 二分一決定就派你, 千萬不要派他 平時我什麼都弄了他做 二分一決定就派你做 這樣就容易成功了 太太, 皇后, 皇夫呢? 如果一起… 幫夫, 不是旺夫 因為周太的鼻樑不夠高 就享不了呼覆 誠意要跟老公操勞 這個對周生沒有關係 周太的權力來說 他有一點膏和不夠有肉 原來不夠有肉來說就叫做幫夫 幫夫和旺夫有什麼分別? 旺夫是逛街, 看你吃飯 不用怎麼做, 老公就行運了 幫夫, 下手下腳幫老公 做到癡肺比老公更辛苦 再加上你有腮骨特別熬得的人 一定能幫得到, 包你能幫到他 既然還可以 還有什麼? 神之 那我就做不到道路 看看… 我怕我們 看看有沒有離婚的位置 我們看離婚幾個, 是不是? 首先看眉頭是否亂不亂 第二看眼尾行不行 這些都是離婚的位置 眼尾行容易離婚 眼尾行, 女人39、49成離婚 然後看鼻樑, 看看有沒有折 要眨眼鏡 鼻樑有沒有折, 略低一點 沒有 雖然略小一點 年紀相差多遠 我七三, 退出七幾 七七 年紀兩年相差不夠遠 因為你的相適宜隔結結婚 或者大十年以上 因為你從小跟爸爸沒什麼緣分 至少要有人過分關心 你就要認識一個老公 像爸爸一樣 怎麼樣?你今天怎麼樣? 你明天怎麼樣? 記住, 多點出面關心他 有空買閘花, 約定, 買電影票 請他去看電影 你不知了, 你要過分對他好才行 不然他放在心裡又不開心 容易吵架了, 靠他… 好, 謝謝兩位 總之, 就周山就下周太 周太太又就下周山, 那就… 自然相處愉快 沒錯 師父, 選了今集的得獎觀眾嗎? 周山周太太, 讓他們去玩 溝通感情好一點 對, 恭喜周山周太太 你們將會得到的是… 麗星郵輪寶平星號 豪華窗戶海景客房 雙人南中國海忘憂之旅 價值港幣2958元 而所有面上個案觀眾都可以得到 再遇徐大俠、徐小明不老 經典金選CD一套 是時候下課了 下一集的風山水氣精毒班 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師父 再見師父 風山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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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的福音就會風山水氣